据观察者网6月1日报道 截至北京时间6月1日5032分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178万4824例 累计死亡病例10万4232例 在此之际 由黑人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 已蔓延至全美70余座城市 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爆发的抗议活动中 不幸发生了一桩惨案 一名男子在示威现场被联邦快递的货车活活碾死 当地警方表示 货车司机因一大批抗议者聚集而被迫停车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有两名男子站在货车驾驶室外的踩踏板上 向司机展示了枪支 司机单身自视安全 于是按响喇叭并开车离开 直到被警察拦下 警方表示 此时司机并未意识到 有一名男子被卡在了两节车厢之间 他被货车轮胎卡住 并被拖到货车下方 最终被货车轮胎碾过 但据国会山报报道称 根据一名现场人士拍摄的视频显示 示威者敲打货车车门时 可以听到有人卡在货车下的叫喊声 此外 美国警察在镇报之际 却爆出一系列暴力执法 据明尼亚波利斯一名护士表示 他当时正在帮助一个被橡胶子弹 击中腿部的伤者包扎伤口 警察却朝他们开枪 他哽咽哭诉表示 我在帮助他 我在剪他的裤子 我只是想帮他 我试着包扎伤口 然后他们走过来向我们开枪 他们不关心他受伤了